赵飞和赵祥两个是亲兄弟 小的时候两个人就形影不离 经常在村上一起捉鱼 一起爬树上掏鸟窝 关系非常好 两兄弟的父亲在他们三岁的时候 因为心肌梗塞离开了他们兄弟俩 母亲一个人寒形如骨的 把他们兄弟两个抚养成人 非常的辛苦 经常半夜的时候一起发烧 他母亲又没有力气抱两个孩子 都是让邻居的大伯 把两个孩子送去了医院 后来他们两个念到初中就不上学了 因为两个人的成绩都不好 再加上家庭比较困难 所以两个人就决定下学 帮助母亲减轻一点生活压力 不让母亲每天这么辛苦 拼命为他们挣钱了 一开始和母亲商量不上学的时候 母亲使活都不通意 母亲觉得再苦再累 也要把学业上完 否则到社会上也是没有用的 这个社会没有学问 没有知识 只有在工地上做的最累最苦最脏的活 可是两兄弟根本就不在意 胳膊扭不过大腿 两兄弟就下学了 下学后两兄弟就跟着他们的一个远方表哥 去外地找了一份垃圾站的工作 每天靠搬运垃圾清理完垃圾为生 虽然那个活又脏又累 不受别人待见 可每个月的报酬很高 两兄弟也能存到钱 所以就一直干了下去 每个月也都会给母亲打钱 几年后两个人在外地都谈了女朋友 谈的对象也都是非常贤惠的女孩 不嫌他们家穷 这让两兄弟的母亲感到非常的开心 后来在那里工作了十年 两兄弟觉得人不能忘本 所以就带着女朋友回了老家 并且用自己的辛苦打拼 赚着钱在老家盖起了一个房子 由于在老家发展的比较好 所以两兄弟很快就找到了工作 工作找到后 两个人也就陆陆续续的结婚了 婚后不久赵飞就有了孩子 而赵祥一直没有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 原来生育能力的问题 需要很多钱治疗才能生孩子 可是眼下又刚结婚根本没钱 所以这个事情耽误了 赵飞的孩子出生后没多久 赵飞就因为在一次工作上失误 被机器砸中了腹部 导致当场死亡 赵飞的死亡让一家人 错不及防悲痛欲绝 赵飞的老婆也在家哭了将近一个月 才慢慢的走出来 日子就这样安稳的过着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赵祥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一辈子都没有孩子 赵祥又经常照顾大嫂 让她的老婆看得非常不开心 觉得两个人有一腿 这二十年经常吵架 最后导致两个人离婚了 离婚后赵祥自己和大嫂居处 很不方便 于是打算出去租房子 大嫂拦住了她 这个勇敢的女人说 你是我的丈夫的弟弟 也就是我的弟弟 房子有三间 你还住东屋 我还住西屋 我们不是夫妻 但我们是一家人 至于别人怎么说 随她说去 所谓家和万事心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过得幸福 永远都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说 因为我们要活出自己 活出个样来让别人看 感谢观看